继续研读耶利米书 我们要从十二章的第七节 一直到第十三章结束 那么我现在呢 希望能够来读十二章第七节开始 好 大家把圣经打开哦 我离了我的殿雨 撇弃我的产业 将我心里所亲爱的 交在他仇敌的手中 我的产业向我如临终的狮子 他发声攻击我 因此我恨恶他 我的产业向我起如斑点的智鸟呢 智鸟起在他思维攻击他呢 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 带来吞吃吧 许多牧人毁化我的葡萄园 践踏我的粪 使我美好的粪 变为荒凉的旷野 他们使地荒凉 地际荒凉 便向我悲哀 全地荒凉应无人介意 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 一切静光的高处 耶和华的刀从这边直到地人那边 进行杀灭 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 他们种的是麦子 收的是荆棘 牢牢苦苦 却毫无益处 因耶和华的烈怒 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 耶和华如此说 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 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 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 又将由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 我拔出他们以后 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 把他们再带回来 各归本业 各归故土 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 指着我的名启示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的八例启示 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 他们若是不听 我必拔出那国 拔出且毁灭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十三章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 你去买了一根麻布袋子输腰 不可放在水中 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 买了一根袋子输腰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 你拿着你所买的腰带 就是你腰上的带子 起来往右发拉底河去 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 我就去 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将腰带藏在右发拉底河边 过了多日 耶和华对我说 你起来往右发拉底河去 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 我就往右发拉底河去 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逃出来 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 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 按自己的顽梗的心而行 谁从别神侍奉信败 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 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 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 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 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 他们却不肯听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 各坛都要盛满了酒 他们必对你说 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 你就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这地一切的居民 就是做大位宝座的君王和祭司 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明丁大罪 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 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 我必不可怜 不顾行 不怜悯 以致灭绝他们 你们当听当侧而听 不要骄傲 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 耶和华你们的神 为使黑暗来到 你们的脚位在黑暗山上半叠之先 必当将荣耀归给他 免得你们盼望光明 使你们光明成为死印 成为幽暗 你们若不听这话 我必因你们的骄傲 在暗地哭泣 我眼必痛哭流泪 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 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 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 因你们的头巾 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 南方的城 尽都关闭 无人开放 犹大全被掳掠 且掳掠静静 你们要举目看北方来的人 你先前赐给你们的群众 就是你那加美的群众 如今在哪里呢 耶和华立你自己 所交的朋友为首挟着你 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痛苦岂不将你抓住 像惨难的妇人吗 你如果心里说 这一切是为何临到我呢 你的衣襟阶齐 你的脚跟受伤 是因你的罪恶甚多 古诗人岂能改变皮肤呢 暴岂能改变斑点呢 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 便能改善了 所以我必用旷野风吹散 他们像吹过的碎凯一样 耶和华说 这是你所当得的 我量给你的份 因为你忘记我 倚靠虚假 所以我要揭起你的意境 蒙在你的脸上 显出你的丑陋 你那些可证之事 就是在田野的山上 行奸淫发失声 做淫乱的事 我都看见了 耶路撒冷啊 你有过了 你不肯竭尽 要到几时呢 Amen 这个是神的话 好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powerpoint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阶段 七到十七节呢 耶和华拒绝了他的产业 意思就是说 耶和华呢 已经放弃了犹大 让他们来 来领受那个灾祸 但不是永远的弃绝了 我们知道 神没有永远弃绝他的百姓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 一直叫argue的 OK 好 那么这里面呢 用这样子一个语气 表示说他们 神已经弃绝了他的产业 就是他的产业 就是以色列人 OK 好 那么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 我们知道 谁是神的产业呢 他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 是何等的丰盛荣耀 记得这句话吗 那个在以福所述的第一章 他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 也就是这个产业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因信称义呢 是神的产业 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宝贵 何等的丰盛荣耀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是指以色列人 他预言性的来完成 他用完成式来描述 未来的灾祸 这个第七节跟第十三节呢 讲到即将来的灾祸 就是用这种完成式的语气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也可以回答 耶利米早先的问题 虽然那时候神没有回答 对不对 就是二人目前好像亨通 事实上呢 他们已在灾难的边缘 或者灾难已经要发生了 OK 他也让百姓知道了 让耶利米知道 神弃绝了他的产业 对他来说 也是非常伤痛 非常痛惜的 神并不是不纪念他的百姓 悲逆的犹大呢 他们所做的事情 好像是在攻击神 OK 好 那么悲逆的犹大呢 就好像是有 就是那个智鸟 就身上有斑点的那种智鸟 那么这个智鸟是一种 非常的攻击性很强的 很强悍的鸟 那么就是说 这个身上有斑点的智鸟 会引起他同伴的侧目 OK 他同伴的侧目就会 会因为他与众不同的羽毛 所以说 那个智鸟 会把它当作异类来攻击的意思 那么 南国的居民 犹大 因为他跟别的国家不同 他们也会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 OK 好 本来呢 他们跟别的百姓不同 应该是一件好事情 也就是说 照着神的律法来行 与众不同 对不对 他们在耶路撒冷 在南国 好像是show and tell 也就是神国的子民 照着律法行 应该是怎么样子得到祝福 那现在这个是斑点 身上有斑点 这是讲到他们的特立独行 来违背神的律法那样子的 这是负面的来讲描述 也会引起众人的攻击 神会让野兽呢 也就是犹大的敌人 来吞噬这个国家 所以这是用比喻性的说法 也就是说 你要做这种很特别的事 你又要拜耶和华 然后你又要拜各样的神 你会跟别人不同 会成为攻击 那么神警告说 很多的牧羊人 会毁掉他的葡萄园 把犹大变为皇帝 那么牧羊人 通常都是指犹大的领袖 对不对 可是在耶利米苏 好几个地方 牧羊人被比喻成什么 来攻击他们的敌人 也就是巴比伦人 巴比伦的入侵者 六章三节也是这样讲的 十二章十二节里面 讲到灭命的 那么这些国家呢 被神用成为刑罚 审判以色列的工具 但是呢 神给这些国家 因为他们做得超过 他们骄傲 他们说 耶和华在哪里呢 你看这些 这个犹太人 就根本都在我的手下 那么他们呢 也会怎么样 他们也会受到灾难 也就是耶和华的剑 所以说没有一个人呢 是能够真正的得到安全的 除非你照着神的话来做 好 那么十四节到十七节 我们就来看 以色列的恶灵呢 也会遭到命运 也会遭到报应 你看这一切的恶灵 所以十四节是在讲 以色列的邻居 像摩亚 像亚门这一些国家 亚兰这些国家 好 这些国家呢 即将要面临 以色列同样的命运 也就是被巴比人掳去 那他们呢 曾经被神用来 刑罚以色列人 给以色列带来不安呢 现在呢 他们因为他们也骄傲 他们也做同样的错误 所以说神说 我要把他们从当中拔出来 又把犹太家从当中拔出来 这次是讲到这一些国家 那这一段表明什么呢 神对任何的国家都有他的主权 不是只有对以色列人 有审判他们的权柄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 也是对犹大的敌人的惩罚 威胁 还有对他们的同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尽管他们作为犹大的工具 他们也要为自己的罪负责 对 他们也会受到巴比伦的攻打 然后被掳 可是神呢 也是一样的一个非凡的邀请 是什么 他说呢 我要怜悯他们 要把他们带回来 也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土 但有个条件 也就是如果他们承认神是主的话 神的邀请一样的临到这些外邦的国家 神愿意入伏任何一个 接受他主权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那么神这个邀请就有双重条件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他们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 祝福 那么如果他们不听 那么审判 也是一样的 神的主权一样临到这些国家 OK 那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 神给人有自由选择 有没有 你如果要选择远离他 他不会强迫你 可是呢 后果你要致富 那今日 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 仍然 这个真理仍然的适用 也就是说 神是给我们选择 尊重我们到一个地步 给我们完全自由的选择 那么他告诉我们 他的本质 告诉我们他的律法 让我们来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 接受他的主权 得到祝福 也可以自由的拒绝 他经历惩罚 所以说 生活是一个选择 对不对 那我们只是要为我们 所以说选择来负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三章 这里面呢 有两个象征性的动作 来象征审判的征兆 这个神教先知 做一些事情啊 有点像今日的行动剧 就有些人 在广场上面 就演了一出剧 他们来表达 他们的诉求 那么这个呢 象征性的活动 也很类似 就是说 为了要一个 更明确的一个 让百姓更加的 印象深刻的 这样子的一个 属灵交达 所以说 神吩咐了 第一个 耶利明 你去买一条 细麻的腰带 藏在河边的石头 过一段时间呢 再去取回来 那么 他再取回来的时候 时间呢 因为太长了 这个暴露在大自然呢 就腐烂掉了 他说 神说 百姓就像是 他的贴身腰带一样 把他当作 神把百姓当作 他的贴身腰带 靠近他们 让他可以接触 可以亲近神 本来应该是有亲密关系的 可是他们却选择不要 他们却离开他 那结果怎么样 他们跟从了别的神 他们这个腰带就腐烂掉了 一文不值 不能用了 不能够再靠在神的灵里面了 那么 当然这段我们属灵的功课很明显的 我们不能说我们自称是基督徒 可是生活反映出 对神的敌对的信仰 或做法 OK 如果我们允许不合乎基督的信仰跟行为 进入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信仰很快的就会受到影响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团契呢 就会得到 就会被影响 就会中断 神要我们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让他跟他维持这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用麻袋来表示 然后第二个呢 耶利米吩咐百姓来把酒坛装满 正像说酒会让人家醉酒 现在呢审判的时候就是神把属灵的醉酒 带到犹大 你会分不清楚 你会没有办法分辨 你会没有办法防御 这个就是你犯罪的后果 到一个地步呢 没有办法回头 没有能力回头 神对他指明 一而再再三的犯罪的结果 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屈辱 而且是非常收入性的屈辱 包括君王跟太后都要从位上下来 这个羞辱的语气呢 好像就是对妓女这样子一个羞辱的 这样子的一个描述 描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很深刻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一段一段来看 好 刚刚讲到了第十三章的两个行动句 一个呢 就是腰上的带子 这个是属灵的信息 腐难的腰带呢 来表示说 这个神跟百姓本来应该有的关系 可是拜偶像跟接下来的道德败坏 会使以色列民族毁灭 那么本来是跟主人很贴身的 现在呢 因为被盗而堕落 所以要把他丢掉 那神要耶利米腰上的带子呢 藏在这个柏拉河的这个磐石的穴中 柏拉河在哪里呢 柏拉河有两个可能性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贝鲁之地的诱发拉底河 那么如果从亚拿图呢 一直到诱发拉底河 那个差不多五百英里 OK 那么 神把他说 你去把他放在那边 然后再回来 过一阵子再去拿 来回两趟 哇 这个是两千英里 那么如果说 像我走了很快的话 我一个小时可以走差不多三英里多 三英里半 那么五百个英里要走几个小时呢 哇 你算一算 这个好像不是很make sense 而且你也不是24小时在走 所以说 这个另外有个可能性呢 那就是亚拿图东北方三英里 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巴拉城 巴拉城这个在约束亚记上面有记载到 这个可能是从因为读音的关系 也就是今天以色列的 Imprat这样一个城 在那个巴拉河边 OK 那这个呢 听起来好像比较make sense 三英里 那麻袋的显示呢 骄傲的犹大呢 将要被 因为拜偶像被降卑处罚 神的本意是希望我们一直跟他亲近 跟他连在一起 可是呢 当我们 选择离开神的时候 会到有一天会 跟神的团契 亲密团契就断绝了 而变成一文不止需要丢掉 好 这个左边呢 左边这个图就是 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地中海沿岸嘛 在一路走走走走走走走 右发拉底河呢 这个右发拉底河呢 这个右发拉底河是在当今日的伊拉克境内 从下面这个波斯湾一直往经过伊拉克 然后再经过叙利亚 然后再进入到今日土耳其的山区 这个是右发拉底河 用来装水装装各种业底 那么也可以用来装酒 就是那个时代 那么酒坛跟酒的说法呢 这一句话 你要各坛要盛满的酒呢 可能是当年那个喝酒的人呢 一个俗语啦 就是说每个皮带都要装满酒 或每个酒缸都应该装满的酒 一种谚语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装满 要有酒要丰富的意思 跟今日呢 我们也有一些谚语 比方说杯底不可养金鱼 杯底不可养金鱼 大家一天就知道 哦就是要喝汤就对了 就是一种通俗的一种话 不过这意思不一样 这个酒坛要装满酒呢 就是说要装满的意思 那么耶利米用这句谚语呢 当然就是很应该是说 吸引人家的注意啦 可是他们就觉得 你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你在讲这什么信息啦 谁不知道酒坛要干嘛的 就是要装满酒这样子 但其实耶利米是把它当作 一种审判的一个应许 也就是说呢 这个酒啊 是存在神那个愤怒的杯里面的 喝了这个神愤怒的杯的这个酒啊 会喝了明丁大醉 东倒西歪啦 而且要发狂啦 因为刀剑啊 将要进到他们的当中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喝了酒的明丁大醉 你就没有那个能力 来防御自己这样子 所以这醉酒就是一个比喻啦 人没有无力保护自己 免受敌人的攻击 那么神要给百姓喝了明丁大醉 这是全国的 国王 祭司 假先知 包括犯罪的百姓 好 那么神要把他们打得粉碎 哇 这个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 让他们在混乱跟恐慌的当中 在混乱跟恐慌的当中 人性呢 最容易表露出来的 那就互相争斗 互相毁灭 耶利米哀歌里面有讲到 耶利米的城被包围的时候 城里的惨况 父母 妇女会煮自己的孩子 做食物吃 孩子吃他的父亲 父亲吃他的孩子 这在以色一节书 OK 神呢会把他们像那个酒坛一样 把他们粉碎 完全没有怜悯跟同情之心啊 那么这些审判提醒我们 神跟以色列百姓 立约是有条件的 祝福呢 必须来自于顺服 好 这两个行动句呢 都有他的内涵 麻袋的讯息跟酒的这个讯息 这个是当时神借着先知呢 所要让百姓不但明白那个信息 而且能够印象深刻的一种方法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呢 15节到27节 也是我们今天讲最后的一个部分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15 16 17那是对以色列人发出 反对他们骄傲警告他们 18 19节就是现在 就是对约亚金王跟他的母后 对他们也将要破败 他们也将要被羞辱的一个一个挨割 一个警告 然后最后20到27节就是描述耶路上将 面临他审判的一个非常可怕的状态 好 我们来看一下15到17节是警告贝鲁 伊丽米呢 呼吁民众要听主的话 这样这个数捷到17节的语气啊 就表示说还有机会啦 只要有在讲悔改 就表示还有机会 不要骄傲 好 就是告诉他们要悔改 那么 神告诉先知 你去警告他们 他们的傲慢 藐视神的话语 无法认清自己的罪 这个一个严重性 所以伊丽米就劝百姓说 将荣耀归给神 那荣耀归给神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荣耀 这个字是属于神的本质性的东西 这是属于神彻有的 也就是神的圣洁 神的本性跟神的能力 这个是属于神的荣耀 那么这里将荣耀归给神呢 也有 就是说让神当作神 我们是被造的 需要谦卑认罪 来把荣耀再回溯 交给交在神的手里 这个意思 所以耶丽米警告百姓的 就是说承认你的罪 给神应当得的荣耀 那么如果他们不肯这样做的话 黑暗 黑暗将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他用什么比喻呢 就是在山上 在山上天快要黑的时候 这个在山上走路了 还没有走到屋子 或还没有出山 还没有找到亮光 黑暗来临的 那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我不晓得各位 你有没有在深山走过 是没有灯的 没有手电筒 没有月光 也许微弱的星光 但是呢 你就在山上面 在那种践行的步道 hiking trail就走过 我有这个经验 那个把手电筒关掉 是身手不见五指的 在身上 如果有月光 也许要好一点 可是你在隆密的树林里面 也没有办法 我就曾经这样子过 是真的是黑暗的 那么以色列 犹大人他竟然面临的处罚 就像是什么 你在山上 还有一点亮光的时候 你还 你没有还没有找到避难的小屋 或者你还没有办法走出 到安全的地方 那么你那个时候在山上 你可能会跌到深渊里面去 你可能会跌 你在那个践行的步道 你可能会跌下去 因为看不见路 看不见路 那么 这个讲到这个场景 在这个黑暗这个场景 第十六节 你们的盼望光明 他的光明变成死印成为幽暗 就好像是在昏暗的山上 半叠之仙 黑暗没有来到之间 你还有机会 可是一旦黑暗来到 你就没有了 我就想起了 在五十年前 在1971年 这个有一个一群大学生 那个时候我九岁 有一群大学生去登山 也是清华的学生 他们有五个清华的学生 和工系的 还有一个好像是台大的学生 五个男生一个女生 那么他们去摊登起来北风 那起来北风 他们呢 那个时候有台风 他们就等 等台风走了以后 他们就觉得台风已经走掉了 所以他们才开始 可是没有想到呢 在深山里面又来了另外一个台风 是事先没有想到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领队 他们离那个一个避难屋 叫做松雪楼 起来北风 他们在松雪楼 还有两个小时 那个领队一个和工系 三年级的学生 他背得最重 他就跟其他的人说 他已经全身抽筋 他没有办法往前 他要他们赶快往前走到松雪楼 去求助了 OK 有些人就把行李就放下了 就往前走 可是呢 那个那时候台风来 也是身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之下 那么又很冷 那么有两个人呢 走到一半不见了 还有三个人 一个女生跟两个男生 在往前走 然后呢走到距离松雪楼 他只剩下五十公尺 两个男生又失去意识 最后是一个 一个女 只有一个女孩子 他爬 爬到那个松雪楼附近 管理员不晓得怎么知道 出来外面 把他拖回去 用手电筒 把他拖回到山水楼 他这个女孩子终于脱险了 然后他们呢 再出来找 再出来找 好像应该也是找到那两个男生已经弃绝了 然后最后这整一群六个人好像有五个男生死掉了 那么去年二零二一年是他五十周年的 那些老的登山社的摄影还回去走那原来的路 那么你想想看 他们离那个松雪楼只剩下五十公尺 对不对 五十公尺很近 可是呢就来不及了 就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那么在当时呢 这些独合宫的 这个大概都是第一次元进入清华的 就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 那这令我想起就是说 当趁着黑暗还没有来到 其实不管你有多么近 不管你有多么近 那个黑暗来到了 你就失去希望了 对不对 所以当趁着神还能够寻找的时候寻找神 耶利米对民众的呼吁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继续看 第十八节呢 这个经文包括对约亚经跟太后 还有他们母亲就是太后 就是约亚经的哀叹 约亚经只有坐三个月就被掳到 就是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了 他的母亲呢叫做尼护斯塔 尼护斯塔在《帝王记》下 二十四章八道书记有这样子一个记载 那么你想想看 约亚经执政的时候只有十八岁 你记得你十八岁的时候样子吗 可以做国王吗 高三 对不对 所以说他的妈妈呢应该是扮演很强的影响力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说他跟他的妈妈都被列明在这个地方 被掳到外邦去了 他们的 这个是对他们的哀叹 也就是说他们身为领袖可是对先知的信息十分的傲慢 没有后悔 所以说他们被掳到外邦 他们被从卫中被拉下来 他们的皇冠被夺去 约亚经一直被流放 一直到尼布贾尼撒王的时候他都没有回来 他就死在外邦 十九节的动词跟十七节也是一样完成式的时事 就是表示说入侵已经开始了 这个南方的城 这个翻得不是很好 就是把一些细节没有引盖 就是说就是说那个negev这个地方 在那个the cities of negev 这应该是cities of negev 我们中文翻成南方的城 这negev可能是由到南部 那边呢就是好多的城都在关闭他们的城市 关闭他们的城门 为什么 因为一方面防备敌人的工程 然后呢也防止从北边 往南边逃难的那个难民的涌入 所以说不管他们是怎么样 入侵已经开始 一切自救都是突然的 没有人能够迎接他们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所用的 犹大全被掳掠 掳掠 净净 完整的 那当然这个是诗的学法 讲道大部分呢都被掳去了 尤其是精英 一万多人被掳去 当然还是有很多人住在那个地方 这个里面只是告诉我们一个 神的惩罚 是大范围的 是完整的 这样子 20节到21节提醒耶路撒冷的人 举目看敌人从北方逼近 20到21节 从北方来的人 对不对 所以那先知就是用这种一个 这个是神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 对神提醒 由耶路撒冷的人 举目看敌人从北方逼近 那这句话的紧迫性表明已经开始了 神用一个很嘲弄的语气说 这个陷入困境的城市 你们所夸的这边有很多的居民 现在呢 他们会像牧羊人 被牧羊人遗弃的羊一样 四散奔逃了 百姓就没有了 你们以前所夸的这些人口呢 现在怎么样呢 都没有了 那么以前那个你们认为所交的朋友呢 他们会背叛你 以色列犹大经常的不跟神求助 而是求助亚述 求助埃及 那么现在呢 他们也试图跟埃及 跟巴比伦结盟 结果呢 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北国以色列人求助亚述跟埃及 南国呢 求助有巴比伦跟埃及 在不同的时候 结果呢 结果他们都会背叛 这些你们所仰赖的都会背叛你 他们要不没有能力保护你 要不然就背叛你 以至于你的痛苦 就像是在阵痛的妇女这样子 那么是22到21 我相信这个是耶利米说的 OK 好 耶利米呢就挑战 22到21 挑战人 你问说 如果你问这灾难 为什么会临到我们呢 那他的答案就是 因为你们罪孽深重 那么他用这种很 讽刺的语气 也是很令人感到 难堪的这样子的语气 他说你们的裙子被撕掉 身体被伤害 这个就是对那种 娼妓的这种公开的羞辱 这样子的一个描述 20到24节 对不忠的犹大来形容 其实是很恰当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把他们 神救他们 收纳他们 在列国的当中保护他们 可是他们呢 偏偏的要去拜偶像 就好像是妓女 不肯在家里面 有个爱她的账 她不要 她要出去外面乱来 结果呢 就受到羞辱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图像 是非常难堪的 那么这段 也可以用来描述 北边的部队来了 也就是巴比伦部队 对妇女的一种 暴力跟羞辱 那么耶利米娜直言 就是人们改变邪恶的方式 希望不大 他用一个很流行的 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 宣称他们改变邪恶的 可能性很小 那就是古诗人的皮肤变 或抱着的斑点变 这个古诗人是今日的苏丹 Kushite 不是Essopia 是今日的苏丹 那么他们的皮肤 是黑的发亮的 要他们的皮肤洗白了 或者抱着斑点来改变 是不太可能的 那这边我要特别强调 你不要用这句话 你用这句话来形容 人不会改变 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心理学的理论 告诉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 原生家庭影响大不大 原生家庭影响是大的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还是要告诉人家 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 是可以改变的 是可以挣脱锁链的 不容易 但是呢 靠神凡事都能 只是说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古诗人 跟抱子 耶利米塞讲说 人的习惯 罪恶的习惯 久了以后会洗以为常的 所以洗以为常的 那就不可能打破 他这个束缚 但是你仍然要知道 这是人的选择 用这个比喻并不表示说 人一点选择都没有 我古诗人 我皮肥黑就黑 那这是把人的责任 把一边 所以用这句俗语 是在表明 对 如果你选择 一直不断的犯罪 洗以为常的 你就改不过来 但是对于一切 家住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 靠着圣灵 是可以挣脱锁链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 对不对 生活是一个选择 我们愿不愿意 听圣灵的话 还是我们愿意 照自己的肉体来行事 这是在交战的 而保罗说 这个在交战 我们的圣灵 跟情欲在交战 那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对不对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听圣灵的话 圣灵的责任是告诉我们 你不要做这个事 那我们的 我们就是要听 对不对 那么犹大人呢 他们不愿意 所以到了一个处境 一个绝望的处境以后呢 神把他们像风一样 沙漠的风沙一样 风一吹 就四散 或像康辟一样的情 就把分散掉了 好 那么十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 神说 这个是为犹大所定的分啊 分 为犹大所定的分 因为他们怎样 忘记了他们的神 他们信靠假神 这个分这个字啊 在耶利米书翻成分 但同样的字呢 就是免旧的旧啦 自迁的迁啦 就是说 这是你当得的 你抽到的 你这有关于 这是属于你的 所以说呢 这个是犹大人 神说犹大二十五节 这是犹大人的分 我量给你的分 因为呢 你忘记我 然后接下来呢 又回到 这种羞辱妓女的 这种令人感到 很反感 那种 很不好的画面 耶利米提醒他们呢 你们将被曝光 让所有的人 都可以看到你的通奸 那么他用这个 淫荡的声音啊 这个是形容 发情的动物啦 神和他们 以色列犹大人 在全地 在山上 在田里 到处都有偶像啦 就好像是他们 到处就 就在行淫一样 都有祭坛这样子 那么最后呢 以耶路撒冷的 祸患来结束 可是二十七节呢 似乎又留了伏笔 耶路撒冷你有祸了 你不肯洁净 要到几时呢 那么毁灭就毁灭啊 还要问你要 到几时呢 还是有呼吁悔改的味道在 对不对 也就是说 神永远都有 给他们悔改的呼吁 也当然也就是 悔改的机会 那么我们当然 我们知道历史告诉我们 犹大并没有悔改 一直到最后 被掳到巴比伦 好 那么这个是 十一到十三节 我们下礼拜呢 读十四章 四五六七 这个四五六七呢 也是很多 有关耶利米 跟百姓之间 他事工的困难 还有他的一些自白 一个自白 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到 那种里面的情感 还有神对百姓犯罪的伤痛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歌仔戏团的 要特别注意听 耶利米在演歌仔戏 跟你们现在一样 所以歌仔戏 从前就有了 圣经里面就有了 哈哈哈哈 所以金人张老师在说 那个行动剧 神给他们 叫他们演出的 叫他演出的这些行动 其实含有丰富的信息 那么当日福音 今日的福音歌仔戏 借着民间的戏曲 也是让人家印象很深刻 可以把信息传递出来 好 好 有没有 是 是 这个 不行拜偶像 我一直都把人命就是说 天主到我当里面有那么多偶像 那个偶像 现在说这个偶像还有不同 OK好 这是很好的问题 你如果在天主教堂里面 你会看到圣母玛利亚的像 对不对 你也会看到 十二十 你会看到圣徒的像 这个呢 我个人是觉得 我知道他们的本意是提醒 是提醒 他们的神学上面提醒说 玛利亚是无罪的 提醒他们 甚至于提醒他们使徒 被称为 他们被封为 圣徒这样子 可以效法他们的一些榜样 从正面来说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记得 十界的第二界是什么 不可 为自己雕刻偶像 所以说 那个是不是在一个 gay area呢 或者是基本上 已经违反了呢 没有错的 我是觉得 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在教会里面 看不到像的原因 如果只有你用icon 用那种图像 是为了要提醒 那么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东正教里面 这种icon特别的 特别的多 他们的教堂的里面 彩绘的那个窗子 或者就是一些图像 是为了要提醒 而且也提醒 大家圣经的故事 但是如果说是当作偶像来拜 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说 天主教的神学的里面 把玛利亚当作是无罪的 所以说要到神的面前 要到耶稣的面前 可以是经过玛利亚 这样子 这个是在神学上面 我个人前辈子说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说玛利亚 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里面 都承认她是一个有罪的人 所以说这个是很清楚的 好 王长老师 很好的问题 那么今日我们更要小心的是 无形的偶像 对不对 我上礼拜也花很长的时间 任何的东西取代了我们 跟神的关系 都可能是我们的偶像 这里面可能包括金钱 权利 或者甚至我们希望能够 能够得到人家的认可 我们希望能够受欢迎 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新的偶像 任何东西我们被受制于它 上瘾都很可能是我们新的偶像 我们要小心 莫师 你有时候 你听的时候 是 会是哪一节的动词是那个完成式 是 发生过 那我刚才看那个十七节跟十九节 是 中文看不出来 对 听闻都是无二或无二 对对对 即便我们中文当然实词上面 是完全没看不出来 几乎是完全看不出来 也除非它特别的描述 那英文有时候可以 但是英文有时候也不是完全照着 那么我们读希伯来文的时候 它的确是有这些东西 希腊文呢 这个 这个 就是更明显 那没有关系 我觉得那并不太影响我们认识圣经 不用担心 我们当然说 如果能够看得出来是最好 但是 其实对我们真正学习圣经的部分 其实影响不大 那么可以弥补的就是多读几本翻译本 的确是 我们 我们华语的圣经除了和和本以外 大概就是 就是那个白话文明 现在翻译本 但是英文可以有很多 英文的话可以到biblegateway.com 那里面也有中文的佛合本 biblegateway.com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刚刚有看到 你刚刚讲那个67节 是 最后一句话 是 你的东西比这是好味 OK 你不肯接近 还要到几时呢 是 你已经 因为你已经很坏了 是 是 他现在 把这个悔悔跟你说一次 是 他又希望你又回来 是 对不对 隐含着的 还是有一个呼吁悔改的意思 对 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 就是看到我们的神实在是很怜悯 他总早上起来 就呼吁百姓悔改 这样讲了11次 那么这里面呢 呼吁悔改 就我就不surprise 对不对 对不对 林牧师啊 除了这个video之外 你那个PPT也多放上去吗 对 那个PPT 那个 大家知道YouTube上面有video 对不对 YouTube上 那YouTube你要注意看 有那个PPT也在上面 也是可以下载的 在YouTube的里面 那个PPT上面是看得到的 也就是说YouTube那个画面呢 其实有一行就是PPT的link 你把他点进去 对 你点进去 他有个小小的下箭囤 然后点一下 他就会打开了 对 那么如果可以的话 就能看到 我们就过来看一下 我们往下scroll 这个地方PPT有没有 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下载 这个地方按下去PPT就可以下载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要你要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 而不是只是听道的人 一个行道的人就像把房子盖在那个坚固的磐石上面 风吹雨淋房子不倒 因为呢我们是建立在那个圣经的一个基础上面 而且因为我们行 就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孩子祈求你祝福所有听的人 在这线上听的人 还有包括要看video的人 主要让他们听完以后 可以把这些道理应用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久而久之 变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跟以犹大人经常犯罪 久而久之 变成没有报复 刚好一个极大的contrast 所以我们看到 犹大的故事 就更让我们要走不一样的路 那就是照着你的话语行 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以至于他们成为我们习惯的一部分 好 让我们做出来的事情 就像圣灵所结的果子 这样子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所以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